郭文貴聯邏 那今天我們做這個不空成就佛 的護膜 這一尊比較少人知道 不過非常重要 怎麼重要呢 你看它在人體的排列裡面,它本身就很重要 這個碧如這那佛是安賽明心輪 五佛、五輪、五金剛 這個五佛呢 中央碧如這那佛 在喉輪 是西方阿彌陀佛 在心輪 是東方阿出佛 在季輪 是南方寶生佛 在密輪 是不空成就佛 所謂不空成就佛很重要很重要 北方不空成就佛 是成所作志的代表 成所作志的代表 也就是成就所有 作為跟它的知會 它的成就所有的知會作為 的意思 這一尊佛呢 它就是不空成就佛 主 結膜佛 什麼叫做結膜佛呢 結膜佛就是 做法 在 我們密教裡面做法當中 四大成就 習 習 習 真懷 諸 習 就是習災 真 就是爭議 懷 就是敬岸 諸 就是 降福 它主 結膜佛 四大成就法 你所求的 在做法當中 能夠不空 也就是 所求都會有 那麼今天呢 這個 連銀上司跟我講 今天足其哲 不是很多 我想說 不對呀 因為有兩尊最重要 一尊佛跟一尊菩薩 這兩尊都很重要 你要祈求 求這兩尊 一尊就是不空成就佛 在佛部 結膜 結膜 結膜主 就是不空成就佛 一尊就是觀音 在蓮華部 不空堅守觀音 不空堅守觀音 這兩尊你跟他祈求 因為都有不空兩個字 所以你不會空求 至少呢 不是說全部給你 你所求的不是全部給你 至少也應該有一半吧 有一半已經很好了 那個嫂嫂也可以啦 那個廣東人講 咻咻 咻咻 這個 哥哥的太太叫咻咻 咻咻咻 是掃掃掃掃掃的意思 掃掃 至少也會得到掃掃 不會完全空求 他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不空成就佛 他本身在五佛當中 雖然排名是這樣子 譬如 遮那 阿彌陀佛 阿粗佛 保身佛 不空成就佛 在不空成就佛 他主結膜佛 結膜佛就是說 所求的一切法 所修的一切法 你所祈求的 皆能夠得到圓滿 才是叫做不空成就 那麼他是主要的顏色 他最重要的顏色 是這個 綠色 最重要的顏色是綠色 那你沒有綠色 你就穿藍色 藍色也可以 穿藍色 那麼藍色沒有 穿金色也可以 金色 金黃色是通用任何一尊 通用任何一尊 就是金黃色 金黃色通用任何一尊 然後黑色也可以 因為北方 屬水 水是黑色 你看那個水 在海裡面 到了深海 最深的海的地方 你看那個海水 是黑色 再近來一點的 黑色 黑色 離開黑色 最深的地方 再離開一點 就變成藍色 藍色再離開一點 就變成綠色 綠色的 再離開一點 我不知道什麼顏色 我不知道什麼顏色 總之也是有一點顏色 有一點那個 前海的地方 也是有 最深的海是黑色 對你 這位是黑色的